消防人員破開第二道門師 瞬間燃起氣爆 火光朝著門口炸出來 消防員趕緊衝下樓 疏散住戶 氣爆之所以會發生 因為屋內的女子 發現消防人員要破門 立即點燃手中的打火機 不過室內已經有泄氣的家用瓦斯 但因為量不多 消防人員沒有察覺有瓦斯味 氣爆瞬間的力量 造成一名消防員 臉部和頸部一度灼傷 雙手兩指二度灼傷 趕緊送醫救治 瞬間產生小型氣爆的情形 經檢查之後同仁並無大礙 氣爆發生在桃園滑群街 十號下午四點多 現場一片狼藉拉起封鎖線 門窗玻璃碎裂滿地 只剩下凹折的支架 燒到焦黑的家具和物品 隨著氣爆被炸到門口 就連地板牆面都被尋黑 女子在隱然氣爆後 隨機打開後陽台鐵窗 一躍而下掉落鐵皮屋頂 左臉小面積一度的灼傷 女子疑似與人有債務糾紛 隱然瓦斯引發氣爆 詳細狀況有待調查釐清 全案依照公共危險罪移送法辦 記者 李宗哲 桃園採訪報導